萨古鲁谈不要担忧别人对你的看法 有人问 你好 萨古鲁 我有一种趋向是 总是太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萨古鲁说 首先你真的知晓在你背后正在发生着什么吗 又或者你只是在想象 停止想象吧 如果有人脑子里正想着你 那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他们的念头是他们的问题 让他们愿意想什么 就想什么吧 你真的认为自己有趣到 可以让每个人脑子里都一直想着你吗 如果没人想着你 那才是彻底的自由 你为什么要揣度 他们可能在想什么 没有这个必要 你只需专注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 尽管让他们去想好了 也许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事情来想 所以他们总是想着你 但如果你觉得 别人总是在想着你 很大多数人都忙着想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其实并没有在想着你 这很好 别人是否在想着你 别人是否在想着你 这没什么关系 不必担忧他人的想法 你无法修正他们脑子里的想法 所以何必自取其扰 把他人的心理问题 留给他们自己 不要试图解决他们 他们想怎么想都可以 为什么这会影响到你的内在本质 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这就可以了 如果别人认为你有问题 那是他们的问题 如果你担忧 别人会怎么看待你 你无法在生命中做任何事 你所想要做的 永远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所以不要担忧 只要专注在 你想要做的事情上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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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盛